身穿各式漂亮浴衣的阿波舞男女舞者 高舉雙手跟著獨特的音樂 時而輕快 時而優雅的前進 來自東京高原寺阿波舞振興協會的 一百多人團體 十二日上午來到桃園 與大學生們進行一場文化交流表演 老師他有三十年的經驗 所以我開始看他跳的時候 覺得很憧憬 所以希望跳得跟他一樣 阿波舞本身是一個非常輕盈的舞蹈 所以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身體都要就是非常輕的踏步之類的 然後我們練習的時間其實也蠻充裕的 所以練習完之後就是 身體就會變得就是很輕鬆 所以整個精神都會變得很好 一開始有點累 但是後來真的是 我覺得身體還會變得比較好 然後也是收穫很多 本來我曾經在這裡工作 我剛才在神奈川県大和市で阿波踏をしていて 日本語だけではなく阿波踏という 舞蹈文化を通じて 日本語だけではなく日本の文化も教えたい そのように思って阿波踏を教えることを始めました 阿波舞起源於日本德島縣的一種盆舞 是日本的傳統民俗舞蹈 阿波舞團也帶來了現場伴奏 以三位縣泰谷等演奏出震撼人心的音樂 阿波舞團是日本具代表性的民俗表演之一 每年舉辦的慶典活動吸引百萬人潮前往觀賞 十一日阿波舞團也參加了 桃園宮廟198週年 媽祖文化祭的繞境活動 深化台日雙方的民俗文化交流 新唐人亞太電視胡舒暢 張年杰 台灣桃園採訪報道